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7日 今日主题会讲讲 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是如何选择股 要选择股的话 第一件事要看看未来几个月 有什么因素影响着股市 影响股市的因素 第一是不利特朗普白兰宅 第二是疫苗 第三是美国政府的交接期 第四就是还有RECP 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兰宅 已经讲了几个月 最主要就是他未来 一定会选择很多方法 他们说是公司作出制裁 而制裁的原因都是基于两大点 一 和人权有没有关系 二 你是不是有中国政府的资助 或者是军方的资助 所以这些已被声称被制裁的公司 它的股价受压之余 我们应该多谢特朗普 因为他们帮我们把这些股价 是拔下来的 为何这样说 我有几个股票 原来在美国的基金中 持有的比较重 一个是中移动 一个是中海外 另一个是京通信 当然还有其他股票 我只说这三个股票 我们会看到一件事 为何人帮鬼都肯持有这三个股票 很简单 不是因为他们是有钱输 而是他们有钱赢 既然是有钱赢 你硬让他们不让那些班人去执金 那就留我们中国人自己去执金 当然股价被打压下来 是有一个时期的 因为他们要慢慢沽货出去 股价有些要70日 有些要100日 没有问题 70日至100日至100日 大致上两个月至三个月 所以这两个月至三个月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29只 被特朗普打压的股票 股价跌下来之后 横行了 有到见到支持 我们买那些 所以有20多只股票 可以是代优质被减 但质是被你帮载下来的 即是它不是真的太差的 是有盈利的 好的 不过你们美利的美国基金 是被特朗普打住 是拆散烟阳的 很简单 你不要我们要 那我们有20多只股票 至少可以慢慢选 我们逐批 不是逐几只逐几只选 而是我们将会找些例子 可以出来讲一讲 第二个疫苗的问题 疫苗 第一次出来的疫苗 大家觉得很兴奋 接着找到就是说 原来就是你派送疫苗 和打疫苗方面 后组的是后勤服务 你未必跟得上 亦因此疫苗的热情 就降低了下来 那疫苗就算打了之后 是可以有多久有效呢 美国人是否肯全部都去打呢 我相信不是 于是我们始终还会见到 美国就算打完疫苗之后 你可能每日都有上千成万 今时是十万的 每日十万的新症 是有上千成万的新症出现 若然是这样的话 真的打不打都没所谓 因为你根本还是控制不了 原因就是你美国方面 特朗普教育来有一群死硬派 认为新冠肺疫这个是假的 是骗人的 所以他们不戴口罩 不服疫苗等等 所以特朗普教育来说 病了之后 他们说是没问题的 很快去理解我什么时候搞定 所以也有些人 是会很轻描淡舍地去处理这个疫苗问题 你有与没有 对于他们来说 那些都免得理你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炒疫苗炒得这么劲的话 还会有一个很大问题 当你如果美国 每日都仍有成万宗的东西出现的话 我就想请问 这个经济如何复苏 全球贸易如何和你开往 飞机航班如何来 所以在这点里面 我找得到 如果未去到明年6月 以至明年10月之前 不用想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很兴奋 中国都没有人全民打疫苗 都开放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真正正已经将病菌 控制得好 一有事发生的话 就半封城 现在不需要全封城了 半封城 那变成了中国的经济可以好 所以在这点里面 大家不要对疫苗那样东西 是太过是过于有刺激 认为是一定会好 所以在这点呢 疫苗的问题 我觉得是忠诚的 不足以刺激经济回省 因为要刺激经济回省 是你真正不要病 你病的话 我真正不敢跟你做生意 第三个时钟 我们要看什么呢 就是RECP RECP 一签了之后 很多东西即刻会推动的 第一件事 RECP其中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带动了交通 交通的话 在今天 我在经济部有一篇文章 已经讲了 在这里 RECP是会有一个 是区内十个国家的铁路 而这些铁路 迟一点点 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可能猜都猜不到 由新加坡之后 再南下去印尼 再来印尼之后 再跟着过海去澳洲 澳洲之后 再跟着直到墨尔本 在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每一个这个地区 由墨尔本到中国 是可以坐火车去得到的 我想请问 带动了交通出来之后 很多的资源可以开发之后 第一件事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就是货车 由生产地拉到那条铁路 由铁路再跟着大家的商务交通 因此 这些Feed the road 里面所需要的就是货车和汽车 认为在这个地区里面 要做货车的话 用美国货车 Benz 因为用中国重器 所以在这点里面 我们看到 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货车的需求 再不仅是中国方面的货车需求 而是这个RECP下面的货车需求 当然了 日本人都可以拿货车来买的 南韩都可以拿货车来买的 没问题 不过市场大了 你买多一架我买多一架 大家又买多一架 大家又买多一架 在这个整个RECP里面 只有三个国家容易做到货车 一个中国 一个日本 一个南韩 难道你叫越南去做 新加坡又没有了 是不是 澳洲那些 澳洲根本不知道是没有车厂 好像都没有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变成了这些对交通运输的东西 是会有的 另一点 当这个地区 他们可以是发展到之后 很多的家电 通讯器材 需不需要呢 若然需要的话 大家想想 有哪一根公司 现在是可以有 又有手机又有家电 你猜不到 就是今天 被很多人踩死的 叫做小米 他只是看着 喂 这个是华为 将它给了其他的 其他的 厂家去搞的话 小米就没有了手机 不要这么想 小米不只是卖手机 小米还卖很多家电 在这个里面 你整体他们的配合 等等 他们的销售渠道 销售手法 宣传手法 小米已经齐了 其他的那些 那些 华为 帮华为买了手机箱 等等 那些东西 还要慢慢组合 万七个猪猴组合的话 谈 也要有时间谈 还有一个 是否这样之后 美国 就会供应芯片给你呢 未必 为什麽呢 因为 这些 支持去买了 华为 荣耀这个 手机业务 里面有的 叫做国资委 特朗普一样 可以对着你 因为有中国资本 中国政府资本 所以在这点里面 我们会看到 第一 一来近几个月 我们要很感激特朗普 帮我们把一些股票 好的股票 股价压下来 这两个月至三个月之内 我们慢慢留意这二十多只股票 第二 对疫苗那样东西 不要太过兴奋 因为美国佬不兴打 欧洲也未必一定做得及 第三件事 RECP这里 是很多的东西慢慢出来 第一件事应该考虑就是交通工具 其次就是通讯工具 以及一些小型的家电 因为很快速 这些将会见效 所以 未来那几样东西 我们要看的股票 是应该在这几方面来找 好了 回来说它是市道 恒生指数很简单 升到这里 还是未曾有突破的 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突破的 因为它今天又是升了一点 又是这等一样东西 这个升了一点 又是这点东西之中 是很简单的 我又不知道它 橫走会不会下来呢 如果真正要做好的 除了升上去 不是那么下来 就是个人比较倾向的看 是274这里 是一个比较很重大阻力 这里大约1,000点不够 那些人会不会这样推上去呢 我有点点是唯疑的 因为在美国正局 还未明朗的时候 他们真真正正 是会很害怕 特朗普的白眼泽 中通讯 中通讯 中通讯是属于被打压的一只股票之一 即是特朗普打压 现在它很早就不打压它 它跌到它的底下 大概4.3 估计呢 我们就看着 这个在沉底 希望3.5至4元左右 吸纳它 因为这些都是以前的底评 如果主持是4元 如果它这个可以的话 上面看就可以 不看就不知要看多少 因为有一个长的射 不过短期 我仍然看它是受到压力 是由4.3到4元左右 去到4元左右 即是由3.5至4元左右 就看看买不买 到时再考虑 这个就是日线图 这个是放大了日线图 好 接下来就是中国海外 中国海外的发展 很骄傲 它根本不是去美国买屋 不过特朗普说要打压它 它就跌了下来 反贵佬很喜欢中国海外 很多反贵佬基金 买了中国海外 那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负债 又可以有经营 又好 又有政府的联系 可以找到好的地皮 那为什么不好呢 是不是 如果在外面 这些叫官商勾结 现在这些它又不是真正的官商勾结 不过它大家很明显知道如何去做事 因此中国海外 现在已经去到什么呢 就是去到大概19.5%左右 我希望它再跌少少 跌到18.8%左右 大上跌多1元左右 它始终就在这里去买了 所以我们很感谢特朗普 之前它曾经上升 但是跌回来 跌回来 跌回来就没问题了 去到这些位置再买 来到这些位置 不是多 来到这些位置 我由这个位置是18元 来到这里大致上22元 我们有4元 另外一个是中移动 昨天也有说过 不过今天再拿出来说 其实不单止中移动 我们应该看看联通 还有中国电讯 其他三间都是被打压的 同样我们好像说 中国海外的话 不单止只是它的 凡是有关这些事情 在地产方面 而被打压的 都可以这样考虑 所以京通信也一样是这样 不只是京通信 还可以找类似的东西 而被打压的 一样下来 都是可以考虑 在这点里面来说 它已经去到 是暴力一通道的底支持 底支持就是台47元 那么47元 我都不太满意 因为打压你 你都只不过由这里 50元跌到47元 跌了3元 即50元这里 这里之前都是49元 跌到47元 跌2元 哎呀 被特朗普掌握你这么大包 你一跌2元 你真是很不给特朗普 所以我应该要怎样呢 最好 你又怎样呢 跌到去45元 会不会跌到去41 41呢 我估计又不会 因为这个是怎样呢 就是上一转的时候 是天下大乱的时候 三月底的时候之中 如果跌到45元 我们想一想 有机会的 45元可以看什么 不要看多 不要看多 这些这么多 60元 我只看你 去到大约是58 60元 45至60 喂 15元 15元即是30% 多谢特朗普 这些是日线图 这些是日线图 所以最近打压之后 碰碰碰碰碰 那跌下来 慢慢地势 都被细杀了 中电信和联通 都可以有类似这样的 不过 不用说这么多 大家去看图去找找 所以感激特朗普 多谢特朗普 一只叫做中国神华 中国神华是每度冬天 都要炒炒它上去 现在就穿过了 布利加通道的顶竹 就去到这个什么 去到这个位置 日线图 中国神华 那又怎样呢 特朗普没有打压你中国神华 因什么事 死火了 RECP入面是说无关税 最近 中国因为其他种种原因 是将澳洲的煤 禁止或限制入口 神华 你便可以做 如果稍后 OECP真的开一样东西 中国很简单 澳洲不要再激烈 不要这么多东西 没有理由 又无厉害 又骂中国 那么 是否会被煤进来呢 若然是这样 神华 是否多了竞争者呢 所以在这点 我认为 神华可能在这个阶段 是正在做顶 现在不要紧要的 我们不需要放货 等它去到 它可能还升到上15.3 现在是14.9 但是 主要它不要跌穿14元 如果有跌穿14元 没有法子 那就需要考虑获利 所以 小米 正在我入院说过 一样东西 小米 很多人都说 它在做一个商顶 是的 图是做商顶 亦都看到 又不是很移动 问题在于 商顶完之后 它怎样呢 它会不会 小米 是商顶 一顶就会到底 我估计未必 可能小米 都来到这里之后 下回20元 所以暂时 如果你有拿着小米 就拿着它 如果真的跌穿22.5元 因为始终还有很多 是不利因素 现在在说 你就要沽出它 大致上在这里 是20元左右 现在未到 到了那个情况之后 可能要进回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刚才我所说 小米 是不单止做售机 不单是售手机 它还卖了很多家电产品 在这点里面 它爆发的潜力 特别在RECP之下 是可以在几年之后 是有到一个好的增长 小米结束 小米结束之后 我要说 308 中国重器 周线图上面 中国重器到25元 之后就跌回 跌回到20元左右 即今天做19.9元 就是20元左右 不见了5元鸡 不见了5元鸡之后 我们看看 箱子 registradordia 那这样的有 Gottfried 会不会在 bisher的車 在RECP之下 在东盟国家里面 比较多些出去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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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現水平我覺得它正在整固 等到18元,希望可以到18元左右 如果真的到18元的話 我覺得上面可以看22至25元 若然是這樣的話 折瀾始終會定止蝕位的 17.5元 在這點裡面,不單止是中國重器 遺柴動力其實都可以考慮 還有一件事當然不可以不考慮的就是吉利 因為吉利如果能夠做到車 亦都在東盟地方的話 是廣泛地出去的 很簡單 這個小汽車 你知道吉利做的車 都不會賣到盧斯萊斯的價格 亦都未必一定做很多電動車 因為在東盟裏面的時至少很對不起 未有這麼多電裝在這裡住 還要做回傳統的車 吉利的車可以在這方面多了一個東盟廣大市場 那裏有多少人口呢 6億人口 是等於中國一半的人口 在這點 少一半少一點點 在這點裡面 市場的潛齡 在來不及三五年 三五七年 二十年 是可以想想的 今天我講的這件事 大家不妨一錄下它 三年之後 五年之後再拿出來看看 看看 在特朗普的佛蘭寨 不需要想了 這個疫情也不需要想了 要想的就是RECP 這個東盟十國 或者二十幾國 應該是二十幾國 將會在2030年 是佔了全球三成的GDP 在這點裡面 中國的企業 能夠在三分之一 世界GDP裡面 所可以發展的機會 是大到不可想像 而這件事 記住 不要跟我搞高科技 在這個地方裡面 一定是high tech high low low detect 又不是很low tech 不要做我做炭糖豆 low low detect 一定是low 因為 它們將會是 等於 三十年前的深圳 它們會發展 它們居民的生活 會是上升 它們購物的能力 是會上升 不要說什麼 洗耳機 所以這個 我們需要去考慮 當然不記得還有一件事 電瓣煲 是不是需要買那些 很好的 什麼什麼什麼 金虎頭電瓣煲 那些這樣東西 這樣超級的 不是 去回到很原始那些 早期早期早期 70年代那些 需不需要塗層的 都算數了 整個鋁煲底 都可以 在這點裡面 一定會發生了 只要有交通道 有水電瓣煲底 有水電瓣煲底 很多水電瓣煲底 小電瓣煲底 是將會出來的 很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在未來的 357年 在這個RECP裡面 找到你的金 有什麼 沒有 有,有風